五万块钱放到现在这个时代 算多吗 不多 每天晚上跑个专车 一两个月也就来了 只要你跑勤快一点 但是如果说五万块钱 是一个生孩子的必备条件 是一个第二次走入你生活当中的 一个三十五岁女人的迫切的愿望 你因为五万块钱不愿意去满足她 你不是自私 你是太冷漠 你觉得生一个孩子 会大大的降低你的生活水平 你要花很多心思在这个孩子身上 但是事实上对于第一个孩子 你也没操生气 你这种人是不配走入第二段婚姻的 你知道吗 你也就仗着你长得高大帅气一点 然后这个傻女人闯入了你的生活 如果她从第一段婚姻当中 汲取了教训 她对孩子没有尽到责任 婚姻当中有问题 当有你闯入到她的生活 而且是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对于前妻的孩子都这么好 她应该是有非常迫切的愿望 能够为你的幸福做点什么 那就是生个孩子 而且凭她现在 她如果想做 她一定能够做得来 生孩子你可以说会有很多压力 有经济压力 但是只要你能 其实也花不了太多钱 关键是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孩子的父亲 居然在想要生第二胎的时候 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做父亲的准备 那说明她还是非常任性的想要停留在少男的时代 这就是一个自私的男人 我还想享受我的青春 不太想负责而已 所以你这种人 哪里有资格走入第二段婚姻呢 种种现象都表明 你在她心目当中的位置 没有那么重要 她内心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 所以我说其实你挺幸运的 你第一任虽然离胎了 但是还带着孩子 而且没有制止你跟孩子之间的交流 你还可以去看 你还可以带着她去看 然后又有这么一个痴心的女人 闯入到你的生活 难道你还不应该真心 你还不应该付出点什么呢 人只要肩膀上扛着这个头 她就应该干活承担责任 趁着年轻好好地履行你的责任 有一个女人特别想跟你生一个孩子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吗 对不对 更深层次的背后的原因 你们夫妻两个人自己关起门来说 我们也不能问得太多 也不能问得太深 如果老师们不幸言重了 你们问题的症结所在 那我觉得倒是一个小事 调整 担当就好了 如果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这里面 那就一定要跟你的妻子说清楚 靠个心 没那么难